在X30-102這邊有一個訊息快捷鍵 你點選下去以後直接點這邊就可以進入來寫新的訊息 他們看到在這個 因為我們所謂的觸鍵雙控底下 下面是鍵盤的部分 上面是觸控螢幕部分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用所謂的這個智慧 智慧注音的方式呢 你可以直接按G跟D 它就會跑這個字出來了 那當然另外來講呢 你也可以用 除了這樣子的傳統方式 我們也支援手寫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一個手寫的按鍵 那在這個模式底下呢 你就可以直接用中文手寫的方式 來輸入你的所需要寫的文字 基本上呢 不要寫太醜 它的辨識能力都還不錯 都可以辨識的出來 OK 那當然呢 除了這些基本的中文手寫的功能以外呢 X302也是第一支手機可以支援 太快了 可以支援簡體的中文輸入的 現在事實上有很多人有這個輸入簡體的需求 那你可以在這個模式底下 長按這個緊字鍵 它會跳出來 你可以到書寫語言 直接去選簡體中文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上方已經從波波波波改成拼音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這個拼音的方式來輸入中文 那當然呢 除了拼音方式呢 它也支援中文手寫的部分 那你可以用這個中文手寫輸入簡體中文的方式呢 來直接輸入中文的部分 OK OK